记者林心汉基隆报道,基隆市2014年的长,短期债务高达124.29亿元,人均负债3585元,创下历史新高,市长林又昌今天在事务会议上宣布,他上任三年多来,长,短期债务减了28.52亿元,降到95.77亿元,现在人均负债2.18万元, 财政状况已来到全国前段班,林又昌说,基隆市总预算不到双北的十分之一,减债成果比台北还好,台北市钱很多,还钱没什么了不起,财政困难还能还债比较厉害,林又昌指出,基隆市2014年的长,短期债务高达124.29亿元,负债比率一度高达49.5%,濒临举债上限, 已经是进加护病房,装了液克膜了,我不是医生,但是把基隆的财政就回来了。 林又昌说,基隆财政状况不好,产业与经济结构许久没有大幅更新与调整, 城市公共建设老旧,很难在财政上有所突破,总预算不到双北的十分之一, 要减债难上加难,比其他直辖市难上很多倍,林又昌说,上任后每年收支结余超过12亿元, 2015年以来共争取中央计划行,补助款114.21亿元经费,并减少利息支出8800余万元, 今年前瞻基础建设计划7.82亿元,现在负债比率已经降到四成以下,来到第三级,人均负债2.18万元。